你问我西场算什么东西 现在我就来告诉你 东场破不了的案由我西场来破 还有 你听好 东场不敢杀的人我杀 东场不敢管的是我管 一句话 东场管得了的我要管 东场管不了的我更要管 先掌后奏皇权特许 这就是西场 眼前这个狂傲霸气的男人 便是西场督公与化田 他用演技让人们知道 阴柔和娘炮压根就不是一回事 作为西场唯一场花 与化田深受万贵妃宠信 让其统领宫中权倾朝野 目的便是盯紧宫中女人 不让他们有机会接近皇帝 别看万贵妃只是妃子 却与明宪宗珠健身感情颇深 虽不是皇后 但依旧宠贯后宫 丰刃无人敢扶 在万贵妃的扶持下 西场势力与日俱增 超越死对头东场 指日可待 不料一件突发事件 愣生生将这个时间提前了 这天 东场督公万玉楼来到龙江水市 名为监工 实际却是逮捕反对他的官员 准备当场就地正法 以警效用 可没想到屠刀还未挥动 便被从天而降的几根巨木打断 看着现身的两名黑衣刺客 万玉楼丝毫不慌 见惯大场面的他明白 这属于老鼠拉木仙 大头在后面 果然 在两名黑衣人 救下被捕官员后 领头之人带着木桩 从天而降 欲要给万玉楼一个下马威 万玉楼何时受过如此大 一掌机飞木桩的同时 拿过宝剑就要还击 其料来人丝毫不给他出剑机会 直接一脚将他踹飞 不等万玉楼站稳脚跟 再次对着他展开压制 瞬间攻出竖拳 万玉楼虽有护身软甲做抵抗 依旧被男人击退 原来你里面还穿了护身甲 素闻你武功极高 带来一大帮手下还这么怕死 傲上明了 拿来酿酒也要知道是谁的尸骸 你听清楚 我叫赵怀安 不过你不用白费心思计了 我会在那狗头上刻上我的名字 你死得明明白白 生平第一次被人这么小瞧 万玉楼怎么能忍 拔出宝剑和赵怀安站在一起 可二人武功差距实在太大 再加上万玉楼年岁已高 虽每日已补酒滋润 奈何失去的终究太多 交手术招后便体力不支 被赵怀安一脚踩到梁柱之间 验贼 你的手下跟你想害的人 都在这看着你 他们会把你的下场 攻住天下的 上路吧 说罢赵怀安一剑刺入万玉楼胸前 成功送他领了盒饭 并将他的首级悬挂于城门之上 替被残害的人出一口恶气 此时很快被羽化田得知 眼见好事提前 他立即带着手下来东场接手 不想却遭到东场剩余头目的阻挠 西场算什么东西 你们西场设立还不到半年 你凭什么资格 替皇上分忧 见几人没了万玉楼还如此不知好歹 羽化田当即就要出手教训 此时手下突然来报 万贵妃急召他入宫 并将东西两场的权力统统交给他 听到大人物竟然出手帮自己 羽化田的腰杆子瞬间硬气了起 于是就出现了开头霸气的一幕 看着羽化田离开 东场之人不禁感叹 才半年光景 进皇宫就巧一见 还什么宣传 来到后宫后 为了感谢大人物的出手 羽化田告诉万贵妃 近日发现有四名宫女与人按结猪胎 虽不知道是不是荣主 可为了以防万一 他已命人处决了三个 四个剑 处决了三个 那还有一个呢 让他跑了 他叫苏慧荣 已经派人出宫去灭口 能从诺大的皇宫中跑出去 还不被西厂人马发现 用脚后跟响都知道 宿慧荣身份不简单 看着西厂人马如此兴师动众 赵怀安等人决定跟上去看看 毕竟他们的任务 就是朱坚邪幼忠良 与此同时 宫女宿慧荣准备乘船逃走 不料还是遇到西厂人马 为了活命 他将身上香囊扔到河中 本以为可以避过检查 没想到香囊 却被西厂的人打捞起来 报 单档头 这个香囊 是从水里捞上来的 嗯 这个守秀公很眼熟